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喵美术电影 今天,喵美给大家分享一个 不孕父母将生娃心愿埋在地里 结果第二天就收获了一个孩子的故事 蒂莫西的奇异生活 吉姆和辛蒂是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 他们情色合璧,生活无庸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两人一直没有孩子 尽管尝试了各种办法,却还是一无所获 成了夫妻俩心里的一套梗 在吉姆和辛蒂即将抛开过去 直面生活的夜晚 两人最后一次想象他们孩子的模样 并全都写在了纸条上 最后锁在一个墨盒埋进了后院里 没过一会儿,风云骤然变色 一时间电闪雷鸣,狂风暴雨 刚二岁的吉姆和辛蒂起床查看房子的动静 结果在依儿房看见了一个满身泥泥的小男孩 他自称是蒂莫西 名字跟两人为孩子预先取的名字一样 吉姆和辛蒂第一反应是 谁家的孩子丢了 一边打电话报警 一边准备热水给他洗澡 两人因此发现了这个孩子身上的习义之处 小腿上长了好几片树叶 而他们在后院埋西苑河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大坑 四周还散落着一些树根 就像吉姆和辛蒂明白了 蒂莫西是上帝赐给他们的礼物 而且很快的两人就听见了那身 期盼已久的爸爸妈妈 就这样,蒂莫西逐渐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之中 与其他孩子唯一不同的是 每当面朝太阳 他就会张开双臂 似乎在吸收阳光 吉姆和辛蒂想让一位植物专家 剪除蒂莫西腿上的叶子 没想到反倒把剪刀弄坏了 所以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一身 希望能将他变成一个正常人 蒂莫西开始了上学针牙 吉姆和辛蒂也回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 在一些同学聚会上 蒂莫西在怦然心动的女孩面前 跳下了游泳池 但她完全不会游泳 女孩似乎察觉到了异样 纵身入水想要救她 却因此发现了蒂莫西腿上的秘密 蒂莫西一直跑啊跑 结果被女孩截停在一棵大树下 女孩大方地斩露身上的胎记 她以为蒂莫西腿上的也是身体的某种缺陷 很快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变得形影不离 但蒂莫西发现自己掉了一片树叶 向秋天枯萎的落叶 刚把叶子藏起来 吉姆和辛蒂告诉她 一位至亲将要去世了 音乐里 蒂莫西将辛蒂的养父 抖得哈哈大笑 她的第二片叶子随即落下 养父转瞬便与世长辞了 听问吉姆所在的铅笔工厂又倒闭了 蒂莫西说 为什么不设计一款新型铅笔呢 于是三人熬夜画草图炒材料 终于设计制造了一只 用叶子为原料的铅笔 辛蒂带着蒂莫西参加了公司的新宫宴 在给妈妈的老板画像时 她从袜子里拿出一张掉落的叶子后 如是画出了女老板的山羊糊 辛蒂也甚至说出了往日不敢说的话 最终却被解雇了 面对铅笔厂的窘境 吉姆国际勇气向上司递交了叶子铅笔 却只是被冷漠的晾在一旁 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辛蒂把蒂莫西当成音乐奇才推上音乐会 最终以一片叶子换得了她的笑容 在吉姆和辛蒂的预想中 他们的孩子应该会是一个小族小运动员 但蒂莫西实在不是这方面的料 就算作为替补上场 还是在比赛交双时 尽了一个乌龙球输给了对方 最后她还在袜子里拿出了一片树叶 外面吉姆和辛蒂争吵不休 蒂莫西喝止了他们 不久之后 她接受那个新衣的女孩给两人认识 然后在餐馆外的大树下 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了女孩 女孩离开时充满了不舍的神情 就把吉姆和辛蒂给看糊涂了 铅笔工厂重新活了过来 全来那只用树叶造就的铅笔 但厂长就将功劳全都归结给她的儿子 也就是吉姆的上司 蒂莫西挺身而出 戳上了他们的谎言 还当着所有人的面展示了脚踝上的树叶 工人们一时掌声雷动 回家路上 辛蒂问起蒂莫西身上的树叶怎么了 她有些不舍地说 当叶子掉完就会离开 此时最后一片落在地上 是时候要离开了 就像别的孩子长大后要远走他乡 他也要去别的地方 在停电的一瞬间 蒂莫西消失了 只留在院子里的辛苑河 里面有一封写给他们的信 世界上有两个人 除了你别无所求 他们会竭尽全力 偶尔也会犯错 你跟他们只能短暂地相聚 但他们给你的爱却超乎想象 这是绝大多数人的父母 也是生活中奇迹存在的原因 电影中的几篇树叶 各自有其独特的故事 关乎成长 关乎品格 无论是怦然心动 追亲离你而去 诚实还是挫折 维护家庭的责任心 亦或是对于父母的感恩 其实都是每一个人一生必经的事情 在三个人的交往中 吉姆和辛蒂学会了如何当好父母 蒂莫西拥有一个自由快乐成长的环境 在故事的最后 吉姆和辛蒂终于迎来了生活中的奇迹 多次申请领养的孩子终于有了结果 一位消气的小女孩从车上走下来 她们三人即将开始全新的生活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你的点赞和留言就是对喵妹的感恩